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 四神仙可以未卜先知 前之小五百年 后可预测五百年 这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人物注定有着不平凡的一生 刘伯温的父亲对于玄学很有研究 通晓八卦一经 在刘伯温还没出生的时候 他父亲曾做过一个梦 梦里一个道士告诉他 只要把家里的祖坟迁到南田这龙山上就会有一个丞相后代 父亲醒来觉着梦境太过于现实 感觉似乎是有什么暗示 便去寻找南田这个地方 竟然真的有这个地方 于是他就将祖上的坟嵌了过去 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半路上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道士 老道士拦着他 声称他的儿子会是一位奇才 以后肯定大有作为 可他父亲却说 我只有一个孩子天生愚笨 何来奇才之说 倒是摸着胡须会心一笑说道 可以再生一个孩子 一语道醒梦中人 就这样十月辛苦怀态 刘伯温降世了 刚一落地他就瞪着眼睛一直盯着月亮看 父亲一看大喜 这可是天降的预兆 刘伯温天资聪明 幼时便时的上万子 并且记忆力绝佳可一目是行 且过目不忘 理解能力也是超出他人 宝读诗书在晦涩难理解的知识 他都可以轻松学的 就这样少年奇才 刘伯温年仅12岁的时候 就考中了秀才 考取秀才后 他并没有松懈仍是求知欲极强 四处拜师求学 儒家名作 成诛理学朱子百家群书 全部纳入脑中 其中他最感兴趣的是天文礼地 已经玄学以及兵法 对于这些自己喜欢的事物 他更是认真琢磨潜心钻研 可以说是掌握到身乎一神的状态了 这为他斩龙脉埋下了伏笔 大名第一神人刘伯温 为不先知斩尽龙脉 最终报应不少 23岁的刘伯温参加会试一举得名 那时的刘伯温可以说是意气风发 有着一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 但天不遂人怨 刘伯温的仕途并不顺利 一身正气不肯随波逐流的 刘伯温官场上三紧三退 最终无奈辞官回家归隐山庄 英雄中不会被埋没 刘伯温虽然已归隐 但名气大在 朱元璋一封秘书将其召回应天 成为其命臣 他辅佐朱元璋摇身一遍拦拢国人 新建立了大明王朝 朱元璋极地厚受刘伯温明王朝 开国忠诚间态使 从此开启了他传奇的仕途之路 明王朝建立以后 朱元璋是小心谨慎且深谋远虑的人 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自然想世世代代为他们诛事 若诛事灭亡自己子孙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于是为了后代考虑 他要稳住现在的江山 更要小心他人势力的际云 这天朱元璋做了一个梦 梦里一只大龙出现在他的身旁 不停地环绕着他非常威武 正当他洋洋得意的时候情况大变 这条大龙突然扭过身子 张开血盆大嘴朝他飞来 正要吞噬他的时候 朱元璋从梦中惊醒 坐起身子吓出一身冷汗 梦境这么清晰 怕不是一个寻常的梦 于是连夜请来大谋士刘伯温解梦 刘伯温听完朱元璋的描述 沉思半刻称 这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神龙想要吞噬他 而朱元璋代表着大明王朝 说明有人正在窥视着王权 可能其他地方有人正在积蓄力量 如果想要保住大明江山 必须斩造出跟斩断这条龙脉 那什么是龙脉呢 自古有这样的说法 龙脉就是绵延不绝的山脉 山水载人 山脉的走向以及山脉的起伏 决定着龙脉的发展 大明第一神人刘伯温 未不先知斩尽龙脉 最终报应不爽 同样对于一个王朝的发展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王朝龙脉的山峰高耸 宽宏起伏连绵 那这个王朝一定会兴旺 若山脉低他没有起伏 那王朝就像这座山一样 会慢慢消亡 朱元璋听完刘伯温的话大惊 立刻盘算找一能人 意识为其斩断全国的龙脉 这样就可保他大明永不衰落 可找来找去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 这时候他就想起了刘伯温 刘伯温这时候 对于玄学八卦一经的研究 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皇帝要求他自不敢推脱 于是刘伯温带着一队人马 踏入了寻找龙脉的征途 到达的第一个龙脉 所在地是无锡龙山 刘伯德可这座山脉高大威额 仅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改变山形的 于是他灵机一动 让身边的侍卫放出消息 这个山上的土有灵气 做成土制品放在家中可保家人平安 于是方圆百里的村户都来山里挖土 不过多久山被挖得七七八八 自然龙脉也被破坏了 可刘伯温仍不放心 又在山下挖了一口井 猥琐龙井 这才彻底斩断了龙脉 随后一行人来到了兰州 再次发现一个龙脉 但这个龙脉上未成形 于是刘伯温在山上命人修建了一个扶龙亭 山下再次挖了一口锁龙井 就这样镇住了这个龙脉 就这样刘伯温等人游走在全国各地 斩断了上百个龙脉 但走到最后长白山这个龙脉的时候 他突然悟了 明白自己这种做法是破天改命 是违背万物定律的 斩断龙脉会给自己带来无望之灾 就这样刘伯温留下了最后一条龙脉反惊了 果然应了那句话 因果报应 晚年的刘伯温没有善终被人诬陷 回乡后遇寡欢不久便病逝了